非洲國家南蘇丹的局勢 非常不穩定 由於烏干達的局勢相對穩定 所以不少難民都從南蘇丹 湧過烏干達 所以聯合國難民處的官員 因為太多難民了, 搞不定了 他們形容了No End In Sight 是甚麼意思呢 No End In Sight的字面解釋 即是示意的, 不用意的 是無邊際的, 你是看不到盡頭的 即是可以說, 一件事你是看不到 或是無法預測它是甚麼時候會完結 譬如我說, There is No End In Sight 即是說這份工作是沒完沒了 都不知道甚麼時候才會完成 對, 所以這個官員就說 那些難民在Yuganda多到 那些難民的營業都爆了 都不知道甚麼時候可以完成 所以就No End In Sight